顧客吃飯吃到一半 被嚇到趕快回頭看 只見一名男子 手舞足到鎮臂疾呼 不停看著手上的一小張紙 興奮到不行 大吼大叫 還拿起一旁的塑膠椅 砸向自己的攤位招牌 轉過身再將桌子掀翻 一點都不顧旁人眼光 因為他中了上億台幣的樂透頭獎 原來他是中國浙江省 義務當地夜市的一間魷魚攤商 占助2547萬人民幣 折合台幣約一億 一千四百萬元的高額獎金 是二十一個人集資買的 算也算 老闆只能拿到一百多萬人民幣 約台幣四百四十二萬元 即便獎金大縮水 老闆還是海翻天 傳出已經在轉讓攤位 不過影片撥上網後 許多網友卻認為 是財券滯銷 官方找人編故事 市井小民一夜致富的大喜訊 意外也變成真假倫戰 三立新聞 時尚報導